据戴文博说 今天晚自习的时候 有人看到戴芳菲 手上拿着一把锋利的小刀 仿佛疯了一样 疯狂地追杀隔壁般一个男同学 那个男同学腹部中了一刀 血流了一地 被送到医院紧急抢救 戴芳菲被保安制服后 强制境外注射安定剂 现在还在沉睡中 我没有急着去看戴芳菲 而是仔细打量着眼前的这对夫妻 戴文博 大概五十来岁 身体偏瘦弱 后背有些勾搂 应该是长期服案工作的结果 她的妻子叫蔡满清 长得很好看 皮肤保养得很好 身材窈窕 有种成熟女人的风韵 以沈芳菲的年龄来推断 她应该四十岁左右 可看上去不到三十 仿佛邻家姐姐般 通过交谈得知 戴文博和蔡满清都是教师 前者是南疆大学的教授 后者是南疆武中的高级教师 戴方飞是他们的独生女 我告诉他们 前几天 戴方飞经常做一个噩梦 找我咨询过 噩梦? 什么样的噩梦? 戴文博和蔡满清 对望了一眼 关切地问道 相互间充满了疑虑 我说 她梦到明婚 新娘是她 新郎是一句死尸 我想 方方的心理问题 很可能和这个噩梦有关 戴文博焦虑地问 那 神医师 方方为什么会做这种噩梦? 不知道 我的回答干脆至极 一般来说 做噩梦 主要有受到不良刺激 身体不好 和睡姿不好 三个原因 可她全部否认了 戴文博喃喃自语 那 她为什么 一直做噩梦? 蔡满清 小心翼翼地说 沈医师 方方她 会不会是中邪了? 戴文博文言喝道 胡说 方方 怎么会中邪 亏你还是个老师 两行逐类 从戴文博脸颊上 缓缓滑落 我不是担心 方方吗? 你就知道怪我 你不想想办法 蔡满清也急了 我劝接道 两位不要吵了 方方的心理问题 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严重 戴文博的眼睛 一下子就放出光来 激动地说 沈医师 你的意思是 方方能治好? 当然 我信心十足地说 她的心理问题 我已经有点眉目了 不过 想治好 还需要你们的配合 行 沈医师 只要你治好方方 多少钱我们也愿意给 戴文博激动地 拉住我的手 我笑着说 首先 你们要回答我几个问题 一定要具实回答 这是治好方方的关键 戴文博爽快地说 你问吧 嗯 方方 是你们的亲生女儿吗? 我问道 戴文博说 当然 方方 以前是否受到过 性方面的侵犯? 没有 戴文博毫不犹豫地说 我看了眼 猜满清 他脸上并没有出现意思 基本可以断定 戴文博说的是事实 这就奇怪了 除了这方面 还会是什么问题呢? 难道 我分析错了? 那他以前 是否受过比较严重的身体伤害 我继续问道 沈医生的话 沈医生的话 呃 是什么意思? 戴文博反问道 不好意思 我知道这样问有点不厚道 但这个问题对方方的治疗很重要 我的意思是 你们 或者你们的亲人和朋友 对他进行过身体上的伤害 戴文博苦笑 啊 方方 是我们的独女 我们疼她 都疼不完 怎么会伤害她呢? 想想也是 戴文博和蔡满清 既然是戴方妃的亲生父母 以他们的素质和条件 虐待方方的可能性 很小 现在 所有的可能都被否决了 头开始痛了起来 每当费尽心思找不到答案时 我的头就会因为用脑过度而疼痛 我找了个椅子坐下来 揉了揉太阳穴 戴文博等了一会儿 看我不再继续问 轻声说 沈医生 方方的病 看到她憔悴的脸 我不禁有些同情 戴老师 蔡老师 你们放心 我会尽我所能治好方方的 我站了起来 现在 我要出去一下 蔡老师 你知道方方刺伤男同学 在哪家医院 叫什么名字 蔡满清说 嗯 她叫余英杰 在省二复院治疗 我起身告别 你们待在家里守护方方 她如果醒了 什么也不要问 等我回来 医院的走廊 飘散着浓浓的福尔马林味 走到哪儿都能听到病人的咳嗽声 我皱着眉头 找到余英杰所在的病房 这世间 优质病房 仅有余英杰一个病人 她刚动过手术 脸色苍白如指 正在疏忆 身旁围着一对中年夫妻 估计是她的父母 我说 请问 是余英杰同学吗 余英杰的父亲 站了起来 是的 你好 我叫沈振宇 是心理医师 这是我的证件 余英杰的父亲 看了眼证件 谨慎地问 心理医师 找我们有什么事吗 我笑着说 是这样的 刺伤你儿子的女孩 叫戴芳菲 她可能患有 比较严重的心理疾病 为了治好她 我想找你儿子问些事 余英杰的母亲 愤愤地叫了起来 我儿子都这样了 你们还来烦她 她有病 是她的事 凭什么把我儿子 伤成这样 对不起 我诚心诚意地说 我相信 谁也不愿意 发生这样的事情 戴芳菲的问题很棘手 如果得不到 有效的治疗 很可能会发展成 精神异常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疯子 我想 你们能否听听 余英杰本人的意见 余英杰并没有睡着 她只是精神 比较萎靡而已 这时 她轻轻地叫了声 爸 妈 你们 先出去吧 余英杰的父母 还有些不甘心 在余英杰的一再坚持下 才勉强走出病房 我坐到了余英杰的身旁 缓缓地说 谢谢你 我的问题很简单 不会耽误你多少时间 余英杰说 请问吧 我说 戴芳菲和你 是不是在暗地里谈恋爱 余英杰吃了一惊 原本苍白的脸色 竟然泛起些许红炒 你怎么知道 我猜的 你放心 今天我和你说的话 绝不会告诉别人 包括你的父母 老师 不过 我问你的 你一定要具实回答 这对戴芳菲的治疗 很重要 嗯 余英杰点了点头 你们的恋情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大概半年前吧 经同学建少认识的 后来发现彼此都很投缘 就经常私下约会 一起吃饭 看电影 那你们的感情很好了 你很爱她 她也很爱你 对吧 是的 我很爱她 很爱很爱她 如果有一天 她的生命受到了威胁 你必须献出自己的生命 才能挽救她 你会不会为她牺牲 余英杰想了想 有些迷惘地说 我不知道 也许会 也许 她有些不好意思 反问我 沈医师 我是不是 很自私 不是 这是人之本性 我相信 你没有说假话 的确很爱戴芳菲 只是 以你们的年龄和阅历 还承担不起 爱情的责任 现在 你们的重心 应该放在 学习上 余英杰 腼腆地说 沈医师 我们知道 高中就谈恋爱不好 不过 我是真的 喜欢她 她也是真的 喜欢我 我们约好了 好好读书 一起考上名牌大学 到时 就可以 正大光明地交往 你们能这么想 就很好了 我问你 你们有没有 超出界限的身体行为 余英杰望了我一眼 蠕动着嘴唇 接吻 算不算 不算 那就没有 晚自习的时候呢 你被刺伤前的那一刻 我提醒她 这个 很重要吗 余英杰显得有些不安 我郑重地点点头 说 非常重要 晚自习前 她约我在学校的 小树林见面 她说 最近一段时间 她压力很大 老是做同样一个噩梦 心里很害怕 又不敢和父母说 找心里医师 也没用 说着说着 她就哭了 我不断地安慰她 后来 就抱住她了 然后 我亲了她 再后来 我就 说到这儿 余英杰停顿下来 有些不好意思 再后来呢 那时 我有点 鬼迷心窍 就想摸她 这时 戴芳妃是不是 突然发狂 余英杰 狐疑地 望着我说 诶 你怎么知道 我示意她 继续说下去 余英杰 接着说 戴芳妃 突然撕心裂肺地 大叫 不知从哪 掏出把小刀 对着我腹部 就捅过来 小树林里太黑 我看不清 只感到腹部 钻心地疼痛 这才意识到 戴芳妃不对劲 我赶紧跑出 小树林求救 没想到 戴芳妃竟然疯了一样 追着我不放 现在 我还记得 她当时的眼神 恶狠狠地发着光 完全变了个人 仿佛 想吃了我 直到现在 余英杰 依然心有余悸 我安慰她说 好了 一切都会过去的 余英杰 谢谢你 你是个好男孩 听我这么一说 余英杰的脸色 明显好多了 沈医师 我想问你 戴芳妃 她会不会好起来 余英杰不安地问道 我笑着说 当然会好起来 很快就会好的 你不用担心 再次回到戴家 已经是深夜十一点了 戴文博和蔡满清的脸上 虽然写满了倦意 但还是很热情地接待我 给我倒茶洗水果 我也累了 喝些热茶提提神 戴文博迫不及待地问 沈医师 方方的病 我再次安慰她 戴老师 方方的病 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严重 只是 她的病因有些怪异 我还没有完全弄明白 戴文博又问 方方的病 究竟是什么原因 我说 初步断定 是性心理出现问题 从表面症状来看 应该是 应激性自我保护反应 只是 她的反应过于激烈 照这样推断 她在性方面 受到过很严重的创伤 戴文博大叫 不可能 方方这么乖 不会乱来的 沈医师 你怎么可以乱说 我摆摆手 示意她别太激动 所以 我才说怪异 方方没有性方面的经历 怎么会患上这种病症 屋子里一下子静了下来 我的头又开始痛了起来 一时之间 我也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 蔡满清拿出一些画纸 递给我看 说 沈医师 这些画 我刚才在收拾方方房间时 发现的 我接过来 仔细翻看 都是些素描 有十几张 画的内容是明昏的场景 和方方的描述 基本一致 我将画铺在桌面上 问 戴老师 蔡老师 你们是否去过这种地方 戴文博只看了一眼 很坚决地说 我肯定没去过 我自小就生活在南疆 乡下的亲戚很少 这些画 分明是乡下的宅院 我注意到 蔡满清凝着眉 似乎在想什么 蔡老师 你呢 去过没有 蔡满清犹豫着说 我不知道 好像没去过 又有些熟悉 戴文博急了 那你到底去过没有 蔡满清有些委屈 我 我真的不知道 我娘家在蔡庄 可蔡庄 也没有这种房子 戴文博说 那你又说 有些熟悉 蔡满清说 是有些熟悉 好像在哪儿 看到过 就是想不起来 蔡满清陷入苦思 我问 蔡老师 你有没有做过 和方方类似的梦 蔡满清摇摇头 蔡老师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可否把你以前照的相册 给我看一下 好 你等一下 就有些孔子 收拾了 要看 再一个 东西 我们下定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